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石墨出口限制对电动汽车意味着什么 五个要知道的事情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基辛格的趣事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据报道 远洋地产正在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谈判 寻求财务支持 中国向基辛格致敬 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农民被迫让蔬菜腐烂 因为需求减少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石墨出口限制对电动汽车意味着什么 五个要知道的事情 日经亚洲 中国对石墨出口的限制将对全球电动汽车EV市场产生影响 石墨是EV电池中使用的关键材料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国 出口限制是对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设备的控制的回应 华盛顿旨在限制北京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这些限制要求出口某些合成和天然石墨产品需要获得许可证 此举被视为中国保护国家安全并在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中施加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对于严重依赖中国石墨的国家 如美国、日本和韩国现在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努力包括将石墨定义为关键矿物 并支持培育国内供应的项目 电池制造商对潜在的供应链中断表示担忧 这可能导致工厂关闭、电池价格上涨和全球电动汽车采用速度放缓 人们担心如果中国过于严格执行限制措施 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企业并破坏其长期的矿产市场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基辛格的去世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纽约时报 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表示哀悼 并强调了亨利 基辛格在促进中美关系更加紧密方面的作用 基辛格在组织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导致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常被视为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 中国试图强调这一参与时期 已对抗其认为是拜登政府遏制和竞争中国的努力 今年7月 基辛格在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基辛格逝世 向美国总统拜登致宴殿 对基辛格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向其家人表示慰问 据报道 远洋地产正在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谈判 寻求财务支持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国有开发商远洋集团 正在与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进行财务支持的谈判 两家公司正在讨论进一步的援助 可能包括信达重组远洋的一些房地产单位 或者注入资金以换取股份 远洋集团在9月份表示 将暂停支付其所有海外债务直到能够重组或延长证券 该公司在中国和海外拥有63个城市的土地 仅在北京就有50个项目 远洋集团最近被列入了一份50家有资格获得融资支持的开发商的草案名单 中国向基辛格致敬 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华盛顿邮报 中国官方媒体对于12月29日去世的享年100岁的亨利 基辛格表示赞扬 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传奇外交家 50年前 基辛格参与了美国与中国的和解 他最近于2021年7月访问了中国 这种赞扬和怀旧的情绪在中国官方媒体中标志着一种态度的转变 这些媒体近年来对美国持敌对态度 中国农民被迫让蔬菜腐烂 因为需求减少 彭博社 中国农民因需求疲软和供应充足 而被迫让新鲜蔬菜在田地里腐烂 中国各主要产区的田野里堆满了未收割或被销毁的蔬菜 如卷心菜和萝卜 需求疲软归因于经济低迷 餐馆和超市减缓了对蔬菜的采购 今年的大雨延迟了露天种植的蔬菜的收获时间 当这些作物最终进入市场时 与温室供应的蔬菜同时出现 导致供应过剩 尽管价格下滑到低位 农民仍然难以销售他们的蔬菜 过去十年来 中国农民增加了蔬菜产量以增加食品供应 中国审查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可能会取消 彭博社 中国政府已启动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关税的审查 可能意味着最近几年实施的惩罚性制裁将被取消 中国于2021年3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了高达218%的反倾销关税 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出口 预计该审查将于2024年11月30日结束 此前两国于10月达成协议解决争端 这些关税是对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回应激怒了北京 尽管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但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最近在东中国海发生了海军冲突事件 ASML将在Wenink明年退休时任命福开为首席执行官 彭博社 荷兰ASML控股公司计划在明年现任联席总裁现任时 任命克里斯托夫·富凯为其新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富凯目前担任该公司的首席商务官 他将在ASML面临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 今任该职位 这一导致其芯片制造技术受到出口管制 富凯在ASML工作了15年 此前曾在KLA Corp和Applied Materials担任高管职位 ASML现任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尼克 自2013年以来一直领导该公司 并见证了其成为领先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的崛起 台湾和真正的威慑力来源 外交事务 美国必须向中国和台湾提供可信的保证 以加强威慑力量 防止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军事能力对于威慑至关重要 但保证同样重要 美国英明却表示 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无论是北京试图强迫统一 还是台北追求独立 然而 美国也应避免给人以恢复正式外交关系 或与台湾建立防御联盟的印象 同时提供威胁和保证是重要的 以给潜在对手提供选择 并避免安全困境 威胁和保证都必须可信 并可以单方面做出以加强威慑力量 美国还应鼓励两岸对话 避免破坏现状的行动 中国寻求具体的两国解决方案路线图 来解决加沙冲突 路透社 中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制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 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案 中国敦促安理会重新启动两国解决方案 并尽快举行国际和平会议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持久停火 并表示中国将向该地区提供一批新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泽连斯基表示 在俄罗斯完全撤军之前 乌克兰不会进行任何和平谈判 日经亚洲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坚持认为 只有在所有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撤出后 与俄罗斯的停火谈判才能开始 泽连斯基强调 在满足这一条件之前 不会进行和平谈判 乌克兰也不能承认其领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还表达了对主要国家可能因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而削弱对乌克兰支持的担忧 泽连斯基希望下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将成为世界领导人首次出席的峰会 并表示希望中国在和平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宝马和奔驰将在中国建立共同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彭博社 宝马和奔驰正在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电动汽车 EV快速充电网络 这两个豪华汽车品牌计划到2026年在中国开设至少1000个充电站 第一批站点将于明年开放 并且该充电网络将对各种品牌的电动汽车开放 此举是因为中国正在引领全球向电动汽车转型 并且已经有超过1600个特斯拉运营的充电站 然而 一些中国制造商正在面临困境 EV公司发布了亏损并削减成本和工作岗位 随着选举临近 台湾报告了更多的中国军事活动 路透社 周四 中国战机和战舰在台湾附近被发现 其中包括飞机越过了台湾海峡的敏感中线 在过去的四年里 台湾一直抱怨中国定期在岛屿附近进行军事巡逻和演习 中国的这些活动发生在台湾明年1月的选举之前 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重要争议点 台湾国防部报告称 J-10和J-16战斗机以及舰载直升机 在台湾中部和西南部海域活动 其中11架飞机越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 与中国战舰一起进行联合战备巡逻 加州州长在黄金时段的突出地位 引发了对2024年的猜测 金融时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一直在建立国家形象 被认为是2028年总统候选人之一 他将参加一场辩论 对手是佛罗里达州州长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 辩论由福克斯新闻评论员肖恩·汉尼提主持 纽森一直积极为总统乔·拜登竞选造势 并被描述为白宫的有效代言人 虽然不太可能在2024年竞选总统 但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为2028年的潜在竞选做好准备 纽森一直在其他州旅行 与德桑蒂斯进行政策斗争 并与世界领导人会面 以增强自己的资历 然而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率下降 他将面临来自高生活成本 和长期无家可归等问题的挑战 而他努力维持自己在家乡的声望 与德桑蒂斯的辩论可能有助于 他团结自己的支持者 并提高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位 华为用中国制造的尖端芯片 给美国带来了惊喜 金融时报 尽管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 华为和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SMIC成功生产了麒麟9000S芯片 为Mate60系列手机提供动力 华为的芯片和移动业务 依赖于与中芯国际的合作 两家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 来维持市场份额 麒麟9000S芯片的性能 可与高通的芯片媲美 芯片发布的成功 导致了对芯片初创公司的增加资金投入 华为和中芯国际 现在正在努力增加 人工智能系统芯片的生产 一个气候峰会 以化石燃料和不断增长的挫折开始 纽约时报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参加联合国年度气候峰会 即第28次地月方大会COP28 然而 据说许多人对创纪录的排放量 和在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缺乏进展 感到幻灭 这次峰会 由一个正在增加石油产量 并被指责利用其地位 来确保石油和天然气交易的国家主办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 选择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安纳克总裁苏丹 阿尔贾贝尔作为COP28主席 已经损害了会议的可信度 主办国的谈谈代表 也被指示与其他国家讨论其石油项目 赋予国家未能兑现 对帮助贫穷国家 过渡到非化石燃料的财政援助承诺 也破坏了对这一进程的信任 此次峰会将试图就为贫穷国家 设立一个损失和损害基金 制定新的减排目标 和限制甲烷排放达成一致 投资者看好大多数亚洲货币 因为美国利率预期发生变化 路透社 根据路透社的一项调查 由于美国加息可能结束 导致美元走弱 投资者对大多数新兮亚洲货币变得看涨 从而导致他们 纷纷涌入该地区的风险资产 截至2月9日 对韩元、新台币和菲律宾比锁的看涨压注 达到了最高水平 而对新加坡元和印尼顿的多头头寸 则达到了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美元指数 即美元对6个竞争对手货币的衡量指标 11月迄今已经下跌了近0.6% 新加坡、苏黎市是全球最昂贵的城市 经济学人智库 路透社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 新加坡和苏黎市 被评为全球最昂贵的城市 这两个城市并列第一 其后是日内瓦、纽约和香港 EIU警告称 全球的生活成本危机尚未结束 常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平均每年上涨7.4% 新加坡重新夺回头衔 原因是各个类别的价格水平都很高 包括交通、服装、杂货和酒类 苏黎市的上升归因于瑞士法郎的强势 以及杂货、家居用品和娱乐的高价格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条新闻吧 首先 中国对石墨出口的限制 可能对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产生影响 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墨供应国 出口限制是对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的控制的回应 这可能导致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中断和电池价格上涨 对于严重依赖中国石墨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 中国对于亨利、基辛格的去世表示哀悼 将其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对中美关系的促进被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和赞扬 这也反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和对基辛格的尊重 此外 中国国有开发商远洋集团正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进行财务支持的谈判 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一定的困境 需要寻求外部支持 这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 最后 宝马和奔驰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这表明中国正在成为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者 中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600个特斯拉运营的充电站 这次合作将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多个方面 包括贸易 外交 房地产和电动汽车 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对于中国和全球都有重大影响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了解更多信息 并积极参与讨论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随时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